上午九时三十五分 习近平等走进指挥大厅 通过现场大屏幕 观看天河核心舱与神舟十二号飞船组合体运行情况 及航天员载轨工作情况 神舟十二号飞船六月十七号发射升空以来 习近平十分关心三名航天员的身体和执行任务的情况 专程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同航天员通话 屏幕上清晰显示着天河核心舱内的实时画面 聂海胜、刘伯明、汤红波 正分别进行机械臂载轨训练项目操作 舱外航天服、状态设置与检查等出舱前准备工作 九时四十分 习近平起身 走到前方指挥席 聂海胜、刘伯明、汤红波 三名航天员精神饱满 向习近平敬礼 海胜同志、博明同志、洪波同志 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代表全国各族人民 向你们表示诚振致的问候 谢谢总书记 谢谢全国人民 你们是进驻天河核心舱的首批航天员 将在太空驻留三个月的时间 你们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 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你们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啊 生活怎么样啊 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 感谢总书记关怀 我们的身体状况很好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我是第三次执行任务 在太核火星山工作和生活 小舰越来越好 我们中国航天员 在太空有了长期载轨运行的家 深处遥远太空 我们为伟大的党和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报告总书记 我是第二次执行任务 能够参加这次任务 我深感使命重大 无上光荣 后续我们将执行两次出舱活动 和操作机械臂的一系列技术验证实验 我们一定精心操作 确保各项实验圆满正立 报告总书记 我是第一次进入太空 已经适应了施政环境 饮食起居和工作都状态良好 还能与家人视频通话 我们的太空家园 很温馨 很舒适 我们对完成好后续任务 充满信心 看到你们的状态很好 工作也顺利 大家都很高兴 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做出开拓性贡献 你们呢 是新时代 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 攀登者的代表 希望你们密切配合 圆满地完成后续的任务 祝你们在太空工作 生活顺利 我们在北京 等候各位凯旋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指示 不如使命 不负重拖 坚决完成这项任务 请总书记放心 请全国人民放心 敬礼 随后 三名航天员敬礼 敬礼 习近平向他们分手致意 向现场参事人员表示慰问 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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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